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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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不够猴天 怎么办呢 有没有钱 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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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机会先 我想问小朋友去旅行是否有津贴 是啊 是啊 多少钱啊 好像一个家庭不超过15000元的收入 就有半津贴 多少人家庭 那这个要问老师 我也是不太清楚 好啊 好 你好 家长 谢谢 谢谢你 我想问小朋友去旅行可以津贴多少 是 主任可以帮到你的 是 谢谢 我想问小朋友去旅行可以津贴多少 如果是四人家庭的话 有15000元收入就已经会资了一半 先生 请问有什么帮到你 我来找阿姨 你接那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那你刚才说的那位阿姨在哪 在下面 我和你一起去找阿姨 好吗 来 请过来这边 嘢 谢谢 我们好吗 谢谢 我是元朗三玉幼儿园中校长 刚才放学时间呢 有一位陌生男子是进来我们学校范围的 这次学校没任何损失 全靠校長能夠機自責 而為了保障學生的安全 學校都會採取多種措施 其實我們每位家長都會獲學校 派發兩張接送證 所以每一次家長進入校園的時候 他就已經要出示這個接送證給我們看 我們見到接送證才會讓家長進入校園範圍 然後去到課室門口 他們接學生的時候 他都要向班主任出示接送證 老師都會在拿接送證看的時候 都會同時看這位家長 是否我們雙數的家長 如果他沒有帶接送卡的話 我們在學校門口外面的時候 我們已經會給了一張記錄紙 這些家長填寫他個人資料 包括接送者的姓名 和他身份證頭四個數字的號碼 老師都會問一問小朋友 今天接你這位是誰來的 確認這位小朋友是認識這位接送者 如果老師都發覺不算很肯定的話 我們都會不讓學生放學 我們會打電話 直接找小朋友的爸爸或媽媽 我們學校都會在校園外 都會安裝24小時閉路電視 都會監察學校進出所有人的情況 在剛才講中 不法制圖的目的其實都只是為了錢 但部分的家長 就不以為發生了鬼大案件 Madam,有時在網上討論區 都會見到一些留言 或有陌生人假扮家長接送放學 其實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一直都很關注區內的治安 當在網上發現到有懷疑鬼大案件 我們其實都會接觸相關的學校和當事人 問案發經過的 很多時經過調查之後 原來都是一場誤會 所以學校和家長其實都不用太過擔心 Madam,有沒有一些個案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呢? 有呀,曾經有位女士 在幼稚園門口 聽到有個男人和小女兒說 說爸爸接你上學 而小女兒在大哭 當時她就懷疑那個男人是拐子佬 事後就在Facebook說回這件事 令到學校和家長都很擔心 而警方調查之後就發現那個男人 原來真的是小女兒的爸爸 那元朗區的警民關係組 即時在網上澄清這個誤會 令到學校和家長放心 如果學校對接送者身份有懷疑的話 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不少學校都有發出家長接送卡 並且要求家長在進入學校之前出示接送卡 萬一學校對於接送者的身份有懷疑 其實是可以拒絕他們進入學校範圍 並且報警要求警方到場 大家看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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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